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开学第一个星期同学们适应的还好吗 有些人可能会担心睡过头 或者因为功课写不完而感到特别的焦虑 究竟如何处理焦虑跟焦虑共处呢 待会请校园特派员许纯熙跟燕以轩来为我们报道 专家说适当的焦虑很正常 不过如果你常常焦虑到失眠、头痛 更严重的引发恐慌的话 那么就要求助医师了 现在身心科门诊有最新的物理疗法 据说完全不透有放松感 到底是什么样的疗程呢 待会跟着邵州记者的脚步一起来看看 不过看到这样的画面想要放松 可能有点难哦 开学日这一天高雄中学的门口 出现一个很特殊的景象 那么就是每个学生都拖着行李箱进入校园 乍看之下还以为学生们准备出游去 看到这个人手艺咖行李箱的画面令人惊呆了 这网友就在问 高中的课本真的多到要用行李箱来装吗 有学生跳出来解释说 因为最多有57本课本要领 总重量会超过15公斤 所以学长们提醒新生 开学时最好要带行李箱来学校 开学要面临的挑战不是只有书本而已 跟同学的社交互动也是青少年的压力源之一 那么如果遇到言语巴林该怎么办呢 台湾全后林玉婷就是最好的典范 巴黎腰运期间她卷入了性别争议 面临国际级的言语巴林 但是她用成绩证明自己的实力 受邀担任教育部的反巴林公益大使 台湾的女儿就在面前 即使是官统统一秒变粉丝 巴黎奥运后知名度飙涨 林玉婷的高人气也被教育部向重 友善校园周活动开跑 部长亲自颁发聘书 邀林玉婷当公益大使 擂台下的拳后 现在多了反霸凌新任务 站在这里非常不容易 当时在巴黎遇到了这么多的事情 也知道说台湾有这么多人 然后身后有这么多人愿意支持我 那其实也是一直坚持到底的原因 奥运期间卷入性别争议 遭到国际级霸凌 林玉婷的亲身经历 让台湾人超心疼 但她用成绩说话霸气摘金 急碎质疑声音 心智要足够的强大 才有办法站在这里 成为这个大使 其实接下这个大使的责任 也是非常的沉重的一个任务 接下这个大使的身份 那可以借由自己的亲身体体悟 然后让大家让世人所知道说 这件事情是不对的 把生命斗士 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开播 然后她在面对许多国际上的 许多的一些不实时空 她也能够正向的一个思考 能够稳住所有的这些 外在的一些干扰 即使被攻击被诋毁 一样勇敢面对 林玉婷不只在赛场上 让世界看见台湾 她的高EQ更是反霸凌榜样 不只同学开学很忙 这回巴黎奥运 单杠项目拿下铜牌的 亚洲猫王唐嘉宏也很忙碌 目前专心备战亚运跟下一届奥运 她立下新的目标 那么就是要让自己的金字招牌 再深接一紧 几乎没有在出席任何代言活动的唐嘉宏 默默储备能料奥运夺牌后 回到师范大学继续备战 要冲击接下来的亚奥运 师徒良已经在筹备秘密武器 她的招牌动作猫跳五百四 也就是传说中四百六千次的动作 这实际的统计出来 那我们希望可以发表的是猫跳九百 那我想这样讲出来 各位会觉得说非常的难以想象 应该要先试着可以勇敢的做梦 要突破自己的金字招牌 猫跳五百四难度调高转速加快 单杠上还要多转一拳 挑战猫跳九百设定全新目标 教练王世宏说要超越人类 可以做的极限 让唐嘉宏再进化还有第二步 在杠上转体五百四单手 这个动作在现在全世界是没有人可以执行这个动作 漂亮完成单手杠上转体五百四 唐嘉宏的全新动作准备在明年发表 还要把他命名为台湾Town 距离洛杉矶交运虽然还有四年的时间 但各国好手都不会停下脚步 尤其翁教练提到今年俄罗斯选手缺症 让他们意识到接下来没有松懈放松的理由 只有让嘉宏怪兽化才能朝奖牌迈进 五百四的成功率慢慢又起来 然后这个熟练度跟精准度都越来越高 那就是跟老师就开始讨论就开始做梦 我这个特别擅长的动作上 有没有什么创新这样子 没有极限的男人唐嘉宏和教练要勇敢做梦 打破所有的不可能 不只是要当亚洲的猫王 更要成为世界体操汉将 勇敢追梦的同时偶尔也要放松一下心情 不妨来看场舞台剧吧 人气舞台剧时光的手香 罕见将电影结构融入舞台 你是人家的中主 我没人在台湾啦 我们现在是在台湾 无心日本 改变台日混血作家一轻妙小说 讲述作者父亲身为台湾大家族之一 基隆矿业严加的长男 却取回来自日本平民的妻子 两人因为身份和文化的差距 以及阶级的不同 让两人原本亲密的关系渐行渐远 台湾回到台湾 你像我没有知不知道的刑人 这才是你也够用 台日情节是台湾最深层 最复杂的东西 就像台湾现在还有金矿 只是太深层 那个开采不符成本 我就是想把它挖出来看一看这样 导演李刚监制从电影跨界到人气 舞台剧时光的首相 李刚接受近新闻独家专访 表示整出剧构思好多年 光是剧本讨论就要两年时间 需要排练加上等待上戏的时间 又花了几年 但李刚真的特别热爱大家庭的故事 这件花八年拍摄台湾五大家族之一 物丰林家的电影 了解越深越投入 决定将基隆岩家的故事搬到舞台上 那是一个战争才会发生的故事 平常不会发生那个落差这么大 那个戏剧张力这么强的 当时那个大家族长子联姻 是多重要的事情 那取一个门不当户不对的 而剧中女主角从日本嫁到台湾 才发现丈夫的家族在台湾举足轻重 担任这位贯穿整出剧的灵魂人物 由日本人大九宝饰演 戏中有40%的台词是台语 大九宝为此下足苦工 生活中加强使用台语的频率 希望用台湾人最熟悉的语言 带领影迷进入基隆岩家 因为课业压力大 你常常头痛失眠吗 或者你已经接受药物治疗 产生嗜睡的状况 又影响到了学习进度呢 现在出现新的物理治疗法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疗程呢 跟着少周记者的脚步 一起来揭秘 最近的心情状况 你觉得大概怎么样 说真的好像东西都吃不下这样 高中生课业压力大 不少人都容易产生 忧郁跟焦虑的情绪 甚至还有人在睡眠及饮食方面 出现了异常的状况 同学们可别轻忽 身体发出求救讯号 事实的像老师或是医师求助 真的很重要 如果你是对药物负作用敏感的患者 现在有个更好的物理治疗办法 在两边的耳垂上面夹上去 中国医药大学新竹附设医院身心科 就运用最新的金颅围电流刺激疗法 让上门求诊的学生 由于和焦虑的症状 有了显著的改善 带着仪器让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 可以比较放松 然后睡得比较好 会有点麻麻但是不会痛 而垂有点麻麻的感觉 都是因为在夹子夹上去后 是以百万分之一安培 极小的微电流刺激大脑 过程中会利用导电耳夹 从两侧耳垂把电流传递至脑部 帮助神经调和 并释放神经传导物质 会让人的心情更加放松平静 也有一部分的个案 它透过药物可能 也没有办法去改善这些状况 不过透过这个机器的治疗 有人觉得整个身体比较放松了 去面对压力也比较没有那么有负担 身心科医师表示 忧郁症患者起初在急性期的时候 因为还处于适应药物副作用的阶段 疗效还没有那么好的时候 就可以运用这个精炉微电流 刺激疗法来做辅助 那一次使用大概建议是60分钟左右的时间 可能至少规则服用两周以上 可能会有初步比较好的疗效出现 我自己临床用起来 大概有六七成的人会觉得有效果 靠着仪器跟药物的相辅相成 也许能扭转忧郁青春 因为根据儿福联盟最新调查报告显示 有超过半数的国高中生有忧郁的症状 不止高中生严重忧郁高达22.9% 国中生也占了12.9% 最令人忧心的是 多数身心方面出状况的孩子们 其实跟爸妈的沟通和相处都存在着问题 不愿上门求诊的状况也很多 台北联姻松德院区 手脚相当快率先全台 开设了家长亲职自费特别门诊 要来协助家长跟孩子做有效的沟通 家长常常有这样的需求 他们会想要 就是孩子看久门之后 很想要跟医师多一些的讨论 发现到家长其实有这样子的需求 所以我们才会发展出这样子的一个模式 那当然家长门诊不见得是只有跟家长一起工作 有的时候我们也透过这样子的门诊的形式 来促进家长跟孩子的一个沟通 青少年心理门诊提供家长咨询服务 希望张开保护伞帮助孩子活出青春色彩 有时候晒晒太阳 看看呆萌呆萌可爱的画面 也许可以疗愈你的身心远离忧郁的情绪 这一只最近在网路上爆红的臀尾猴 不但不怕声 而且还会摆出各种model的姿势 超级可爱的 朝围观民众嘟起小嘴 紧接着一个华丽转身 在绝高屁股绕场走秀 每个动作不忘定格几秒 让游客拍个够 关门从四川来到贵阳 它这个是欢迎是有原因的 很可爱 很搞怪 我们就是在网上就社交平台上刷到 就看到这个猴子特别的有风味 中国贵州贵阳市乾陵山动物园 最近天天挤满游客 全都冲着这只屯尾猴而来 现场欢呼声越大 他越起劲 手抓栏杆歪头一笑 骚手弄姿一连摆出好几个时尚pose 就连坐着也有戏 用食指比比额头示意 超积极跟人群互动 到处跑跳每一个角落都顾到 被网友戏称拥有表演型猴格 以为受过专业训练 远方表示屯尾猴非常聪明 成年屯尾猴智商相当于7到8岁小孩 眯眼 撅嘴都是他平时表达情感的方式 其余则是模仿游客动作 可能因为最近天气或刚换新环境 让他感觉新奇 心情好 表现也就更活泼 同学们是否常感到焦虑呢 你特别容易担心哪一类的事情呢 这些负面的情绪又该如何处理呢 稍后的MinerC听大胆说 来听听同学 怎么说吧 同学们开学第一周你还OK吗 是很开心接到同学画夹是大开 还是有点害怕 该面对功课压力了呢 今天MinerC听大胆说 想跟大家聊聊焦虑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 暑假很夯的一部片 脑筋急转弯二 主角莱莉进入了青春期 开始面对同侪的压力 自我认同等课题 快乐变得不是真的快乐 焦虑近乎主宰青少年的理智 那么因为尴尬让他感到自卑 你常常被代表焦虑的焦焦控制嘛 那么在什么样的状况底下 让同学们焦虑指数爆表呢 来看看校园特派员 许晨熙跟燕宇仙的调查报道 看完脑筋急转弯二 发现代表焦虑的阿娇 其实常常出现在我们青少年 脑袋的主控台上 那什么时候阿娇会出现在你的主控台上呢 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学生们的看法 请问同学平常会焦虑吗 会焦虑什么东西呢 有点焦虑啊 有点焦虑 我觉得呢 我走在路上 我看到那边有棵树 这边有个花 还有我成绩不好 我就有点焦虑啊 还有我跳舞跳不起来 重点是成绩不好 成绩不好 成绩最焦虑的 这里很焦虑 这里很焦虑 可能在考试的时候 分数就输人家很多 然后就会很紧张的焦虑 焦虑应该是有 就像学生就是 竟然都是会为成绩焦虑一些 只是就有时候这个焦虑 正面来说它就是 你焦虑的时候就会想要更努力一点吧 但是就有时候过度焦虑的话 就是会有点陷入一点自责 或者是就是可能会提不起任何性质 基本上都是从课业来的人嘛 因为有升学压力还有那些的 那我觉得这些压力其实 可能可以是好事就是可以鞭策自己 但是我觉得大部分这些焦虑其实都是坏事的 就是因为它可能让你压力很大 然后造成你坐骑或是你身体都会出现问题跟坏的影响 这样子 晚上都花时间在飞水 那你平常会怎么样去面对这些焦虑呢 呃就告诉自己我想要引起它 然后就会坚持去看下去 我觉得每个人都要找到他们的兴趣 就是主要是抒发这些压力的来源 那可能可以是运动或是其他有的没的 但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不要憋在心里 然后一定要有一个发泄或是宣泄的出口 不然的话这样子憋在心里 其实这些压力或是焦虑只会越积越多 然后就都会越来越不好 听完你们的想法之后 我想跟你们说正在经历青少年的你辛苦了 无时无刻要面对同学们怎么看你 还得要承受考试压力 事实上青少年焦虑来源的前三名 第一名就是学校课业 占了76.9% 他们担心未来前途以及人际关系位居 第二第三名 不过焦虑真的只有负面的影响吗 我们的校园特派员特地请同学分享 他从焦虑学到什么经验 嗨甜宁 嗨纯熙 那甜宁你平常会有这样子的 课业的焦虑的问题吗 我觉得一定是会 就是身为学生一定都会经历到关于课业的焦虑 像我一次印象很深刻的关于课业方面的焦虑是在我高二下学期的接近期末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需要我需要准备有八科的段考 然后还有同时有很多小组报告需要完成 那这样很多事情混在一起的时候 我也因为这样很多事情让我感到很有压力 然后整天就是会觉得很烦躁心情很不好 所以这个烦躁也会让你感觉没有动力真的去做事情 或者是还是烦了烦了之后要继续探口气回去继续做 算是烦了烦了探口气回去做 因为毕竟炖烤一定要烤 然后报告也是需要完成 对就是在这个情绪下我还是必须把我事情做完这样子 像是其实因为我以前是属于那种怎么样吃都吃不太胖的那种体质 不过上了高中以后我发现我这样的情况已经慢慢在消失了 我就是吃那些比较高热量的甜点啊食物啊就是也是会变胖的 然后为了想要就是可能拍照比较好看然后有好的身材 所以我会对这方面也是会开始有一些焦虑 而这方面的焦虑对我来说其实带给我一些算是蛮正面的影响 因为这样的焦虑可以让我吃得更健康也会保持运动的习惯 不管是正面不管是负面的焦虑 你觉得你会对自己说什么吗 你有学到什么样子怎么面对焦虑吗 我觉得有像刚刚的课业方面的焦虑以及身材方面的焦虑 让我这样的经验让我觉得 其实我们并不是要并不是要说去克服去消除这些焦虑 而是学会跟这些焦虑共存 然后在跟焦虑一来一往的算是互动的过程中 就是让自己做出一些改变 然后呢朝更好的自己方向前 更好的自己前进这样子 经过以上的访谈我们可以发现焦虑其实并不是一件错误的事情 它反而是能够让我们更认识自己的一种方式 同时我们也可以学习运用这些运动啊 或者是聊天来疏解自己的焦虑 让我们的焦虑不会变成累积在心里面的压力 最后在我们可以掌控的事情上 就让阿娇来为我们出谋划策 比如说下礼拜的考试 比如说自己的运动身材规划 然后在我们没有办法掌控的事情 比如说考完试之后的成绩 比如说别人怎么想我们 就让乐乐来站在左空台上吧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哦 谢谢大家的收看拜拜 刚刚田宁在受访的时候就特别提到 对于身材变胖这件事曾经感到焦虑 这不是个案 那么根据儿福联盟最新的调查显示 有七成的国高中生对于自己的外貌不满意 其中有58%的同学会想要靠化妆减重 或者是染烫法来改变自己的外表 那么为了在网络上营造更好的形象 有45%的青少年会使用软体来修涂 那么有三成的人会使用滤镜 那么两成的人会把皮肤修得光滑透亮 把痘痘痘疤疤给盖掉 甚至有14%的青少年根本不敢上传照片 到社群媒体 青少年的容貌焦虑不止在台湾 已经扩及全世界 T-T-T-O抖音的发源地中国更明显了 中国华南师范大学做过调查 有近七成的学生都有容貌焦虑 那么以性别来看 女生多达78.8% 男生虽然少一点 但是也是过半的 同学们该如何去面对这些烦恼焦虑呢 今天我们线上邀请到 福人大学医学院职能治疗系 施以诺教授为同学们来解惑 教授你好 主播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福人大学医学院职能治疗学系教授施以诺 青少年到底要如何看待焦虑的情绪 那么面对焦虑我们要接受它 拥抱它控制它 还是用什么样的方法降低焦虑感呢 我觉得我们的人类的这个薪资功能里面 本来就有焦虑的这个功能 其实某方面焦虑的存在的因素是 要提醒我们要做出反应 或是做出准备 人如果没有焦虑的话就很危险 当然过度焦虑不好 在我们的那个薪资功能上 常常说是当我们做出一些反应 或是做出一些回应的时候 那个焦虑感自然而然就会降低 所以其实有时候有一句话 我觉得他讲得很好 关于心理健康的话 他说其实焦虑好像一个摇椅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那个摇椅 什么意思就是你坐在上面 会让你动个不停 但是一步都没有晃行镜 或者是什么方向都没有改 但是我觉得这句话 也许反过来把它给讲 也许更好 就是当你开始有改变的时候 你开始往某个方向前进 或者往某方向去准备的时候 其实你的焦虑就会消失 你把它反过来看 其实就是这样 我举个例子 像地震很多人很焦虑 我们真的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来 可是有的人 当他准备好一个地震包 放在家里面的时候 他其他的焦虑就自然而然就消失了很少 就当你针对某个你的焦虑人 做出反应或准备的时候 焦虑就会消失 其实我觉得在我们的青少年 有时候可能比我们一般的成年人 我们想象中的他们也许还要来得更成熟 或更有能力一点点 一样如果我们鼓励他们 就针对某一些他们所焦虑的状态 尝试做出一些准备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他们焦虑可能会降低蛮多 我举个例子 有的年轻人可能他们想的比较远 会想到未来的就业的问题 或者会想到未来的生涯规划的问题 他如果说适时做出一些准备 比方说你引导他去听某一些课程 或是看某一些书 真的有的年轻人他真的焦虑感就下降了很多 因为他就像我们刚刚讲的 人怎么样能够让自己的焦虑能够降低 常常有时候是你针对他做出一些反应或准备 那这个过程我觉得是很好的学习 你不见得你现在准备的 未来就真的走那条路 可是这对你人生来讲 是一个很好的沙盘推演 也会让你的焦虑感会消失 所以说焦虑并非坏事 可能是一种坏的力量 也可以成为好的力量 焦虑风暴来临的时候 那么就承认焦虑拥抱情绪吧 冷静过后遵从自己的内心 拿回主导权 今天非常谢谢教授的分享 谢谢您再见咯 拜拜 如果你有其他想法 或者是不同的意见 记得到我们节目各大平台留言 表达你的看法 如果想要看到更多精彩内容 可以在YT IG 以及FB 搜索少年新闻周记 记得要追踪起来哟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潘兆文 拜拜 我们下次见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